Hello YouTube 我是Jason 我們今天來到台灣Youtube之旅的第三天 一開始已經是晚上 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是睡覺 睡了全天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繞河夜市 是我的朋友介紹我來的 好 現在我們就等到Kase 和阿屎 阿軒 和阿秋本來 我們之後就進去在裡面走 等待我們進去裡面吃東西 我真的很餓 好 現在他們終於來到 這班傢伙 坐的士又要遲過 去哪裏都要遲過我們 是 向我上先的 不好意思 現在我們正式進去這個繞河夜市 繞河夜市 它的廚名叫做繞河街觀光夜市 我們看看有什麼吃 因為我現在真的很餓 我是極度的餓 我要... 我們是不是要先找東西吃 很餓 什麼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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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臭豆腐 但是來到台灣 沒有理由來到台灣 吃臭豆腐 臭豆腐這些在香港都可以吃 是不是 我應該要找一些熟食 大家要看到後面 現在這個夜市裡面有很多不同的食物 然後有這些 什麼蘑菇 什麼蘑菇 爆漿 紅包菇 爆漿燒口紅包菇 爆漿燒口紅包菇 這個名 這個是不是 鴨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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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我一吋鴨聖 鴨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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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拉的 好 30 幾塊 30 30 30塊 謝謝 雞腎 雞腎 原本想買鴨聖 但是我看到鴨聖 很大 結果可以買雞腎 但是 我沒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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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拿走這個 拿這個袋子 謝謝 好 這個 在香港吃沒那麼大 香港的雞腎是小過很多的 嗯 真 簡直就是 好吃 不好意思 有沒有人 結果是沒有人 想吃 但吃不到 真的慘 你也想買東西吃 但結果他的店 都沒有人看店 怎麼可以這樣 有生意都不做 太過分 喔 豬肉 強 老闆 給我一吋 豬肉 腸 幾塊 45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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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口味自己加的 什麼 有什麼口味 全面這些自己加的 我可以自己加 這個 50 好吃 謝謝 謝謝 你覺得加哪一個會比較好吃 我最喜歡是酸辣 酸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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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是剛才買到的 辣肉腸 是山豬肉 它跟普通的豬肉有些不同 超好吃 我還加了酸辣汁 所以很棒 不行 我已經愛上了台灣的夜市 我經常來都真的要 但是真的很熱 我流失大汗了 現在已經 阿軒和秋本買了什麼 那些 這個叫 什麼 爆章 爆章黃金雞腿卷 爆章還要黃金雞腿卷 很霸氣 但是有沒有爆到 有些芝士可以 真的 在爆 其實發覺台灣很流行爆章 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很流行 做完一件東西 做到自己的調味 對 通常都是這樣 他們很流行爆章 什麼都爆章 什麼都爆 好搞笑 這裡有很多出名的店 或者很多人圍著的店 是一些 竟然是日本的店 台灣初上市 元祖日本之元元宵 這些是日本來的店 但是暫時我進來這個夜市裡面 是最多人排 都跟最多人圍著的店 但是我很想找一些 古靈精怪的東西吃 如果讓我找到的時候 其實可以試吃一下 有其中一個東西 來到台灣 我覺得是一定要試吃的 就是這個檳榔 這裡有得買的 我們先買一個檳榔 試吃這個檳榔 我有朋友幫我一起吃 阿軒 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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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要吃檳榔 吃這個 多點吃嗎 要怎麼吃 好像要咬掉一個東西吧 前面 要咬掉嗎 還是一整個都放進去 我看到好像要咬掉 發熱應該是有點走 椰子要拿掉吧 不用 就整個放進去 不是我看我爸吃 前面有咬掉東西 有咬掉嗎 有沒有人知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你知道檳榔要怎麼吃嗎 檳榔 要怎麼吃 我不知道 買回來不會吃 這個要拔掉 怎麼 用口拔掉嗎 對 咬掉 這個咬掉啊 對 然後 這個 塑掉 然後這個直接 椰子嗎 椰子 椰子都可以吃 椰子都可以吃喔 它是全部都吐出來了 就是咬 你要咬 咬完之後 那個湯汁要把它注出來 嗯 怎麼樣 我有吃過人家吃啊 喔 很 嗯 很辣嗎 我也覺得 吃起來會感覺那個 很美味 那個湯汁要剁掉 第一個湯汁要剁掉 那個湯汁不能吃 那這個湯汁要剁掉 你全部咬到最後就馬上掉 就掉了 就掉了 嗯 不行啊 好不行啊 不行啊 我跟大家說 如果大家要來台灣呢 想試吃東西呢 千萬不要試吃檳榔 檳榔是很難吃的 哇 你看看 吃檳榔 吃到我的衣服 骯髒了 OMG 好 走到有點悶悶的 現在我們在一間炸臭豆腐的店裡 跟我們坐下了 那我們 阿軒和阿秋本 還有阿Kais 還有阿屎 每次都要說他們四個名字 他們不知道走到哪裡 都不知道 希望我坐在這個路邊 會看到他們在下面走過 臭豆腐 阿先生 又說這裡出名的豆腐 臭的 對 出名臭 好啦 那我們現在呢 就要吃這個 臭其實不是很臭 不過 人生第一個臭豆腐 我不明白為什麼一個香港人 為什麼可以不吃臭豆腐 兩位來旁邊坐來 謝謝來旁邊有位子 你需要什麼的 你吃什麼 是普普通通的臭豆腐 沒有特別 不過真的好吃 什麼吃嗎 嗯 不要 不要 你什麼料啊 你兩個什麼料啊 什麼東西 臭豆腐啊 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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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滴 嗯 我朋友說不太好吃 我們試吃一塊他醬 沒什麼特別好吃 這個很普通 OK的 我不明白為什麼是我攀貨 應該是我到處吃東西才對 但結果是他到處吃 這是鮮蝦飯 鮮蝦飯好棒棒 阿布就是大用棒 很好吃 還有感性 有感性 好感性的鮮蝦飯 好感性的鮮蝦飯 很感性 真的好吃嗎 十分你多少分 七到八 十分滿分 十分滿分他說七到八分 不錯 是很感性的鮮蝦飯 大家來到妖河夜市一定要記得吃 很感性 很感性 吃到會變英雞 今天這個妖河夜市 其實都走到七七八八了 其實中間有很多我吃了 但沒有拍低度的影片 因為人實在太多的關係 所以我要拿起鏡頭 一邊拍一邊吃 其實很阻礙街 所以今天我們就 走了這個夜市 吃了很多東西 應該都差不多回去酒店 回去之後再會合其他人 今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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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先到此為止 可能回到酒店會去拍的 我們回到酒店了 太累了 不再出去了 今天這個先到此為止 這個也是我們第三天在台灣 我們明天就回香港了 我們回到香港之後再見 明天應該還會有一條影片 因為我們上午和中午都會去其他地方 今天這條影片暫時到此為止 就是這樣 拜拜 Just a close 好